这个故事发生在人鬼共生命里的 人鬼凶神刺激侵犯人间 幸而世间有一群心怀大义的妖怪们 向邪魔发起挑战 给我上 玩儿都不在 上个猫啊 那个秦明那么久没回家 多半是气坑了 我们也不用为了每一期同样的骗头硬凑吧 你们别走啊 算了算了 你回坑了 是晴日月啊 这么久不见 让我去你家里参观一下 我的天 这么土豪了 我 小声点 这么多SSR和SP试试 情人你出息了 你安静一点 拜托 这年都出来出去不是这个标准了 你终于可回来了吗 看我做人意的家伙 欠我的专机什么时候解锁 什么时候给我黑蛋 死你了 可我们的爸爸 死不了你有事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回家了吗 知道了 愁得到养不起吗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悲喜的家伙 我好歹也是你们的老大 这种困乏有点重口 你再这么磨一下去 下回可不止是绑绳子这么简单啊 怎么这么吵啊 是大人回来了吗 你们在干什么 太过分了 干嘛连我呀 你就是最早来的大田狗吧 你是六星满技能元老 肯定会护着他 自然要绑起来了 快快 走进 走进啊 杂货铺每周都会卖一个黑蛋 大人 你不会从来不买吧 他卖我就买 这不是消费主义陷阱吗 要四百八十个勋章 贵得要命 二算了 买买买我买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子安 直接每周买完蓝票 我就躺平了 所以 因为你的懒 咱们错过了多少黑蛋啊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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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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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啦啦啦...